结石痛起来会要人命 台中有一名74岁的妇人 14年前腰疼 就一发现又剩有颗结石 她做了20几次的体外振波碎石术 以及一次筋皮穿刺手术 就是拿这颗超硬的丸石没折 这颗石头越长越大 最后直径已有3公分 2006年的时候 她又剩就一个很明显结石 到07、08、09、2015 到结石反而越长越大 去年3月因严重感染 差点休克死亡 膀胱以及肾脏里面都是空气 我们这叫产气性的肾与肾炎 以及产气性的膀胱炎 这种感染严重的话甚至会致命 医生紧急为她进行 卵式输尿管径手术 我们从泌尿道、尿道、疏尿管一路走到膀胱 那个镜子会转弯 可以找到石头 我们用雷射直接把它打碎 妇人终于摆脱 折磨她14年的结石了 医生表示 体外振波碎石术 可以治疗较小的结石 但是对比较硬或比较大颗的几乎无效 此时应用手术取出石头 夏天是泌尿道结石的旺季 建议民众每天至少要喝两三千细细的水 多运动 减少结石产生的机会 东新闻台中获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